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食餐和行餐中 拷贝传递的一些简单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大家更好地去理解一下 什么是拷贝 其实就是暗卫逐一逐一的负 这个负责的过程或者是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那么通过这样的理解 我们在后面在进行所谓的地址传递和直传递的讲解中 大家也要围绕这样一个核心思想 就不要去想那么多传递方式 它唯一的思想就是一个什么 逐一拷贝的概念 好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我之前写好的 当然非常简单 首先来说第一个sweep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函数实现 函数实现它的最终目的是背调用 也就是说它不可能被执行 它只有从myo函数中背调 那么这个函数的声明或者函数的实现 一定要在myo函数之前告诉编辑器 虽然编辑器必须要这样做 所以这时候岁元编辑器就知道 原来你定义了一个标签叫mysweep 为啥呢 用于有缘括号有返回值 所以说这个标签就是我们所说的函数 三要素都满足 好了函数定义好了 具体怎么实现那是你的事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myo myo在我们的第二行中 它是看到了又看到了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怎么的 是不是刚刚我们在岁元编辑器中已经知道了 这个标签就是函数 而这个函数的名称就是地址 地址的调用我们说通过一个小括号 是不是就可以访问到 他们要访问到了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写法就是函数的调用 就调用就通过这个地址调到这个函数 而调这个函数中呢 我们也提到过 这个圆圈里头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列表 就是你的输入参数列表 那么最简单的列表是吗 就是什么都没有 所谓的没有就是这个地方你写成空 然后呢我这个地方呢标准一点也是VIOID 就是说我告诉你编辑器 你这个地方你别去想了 它肯定是没有的 我也不想搜什么 而这个呢 当然我们在调用的时候呢 调用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这么写 就是说你就你就什么都不跟就可以了 什么都不跟 然后声明的时候呢 你可以这样声明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编译的时候呢 编辑器是不会做任何的 就是进行一些那个出错处理 就是因为告诉你了 你这什么都没有 好了我就我就这样写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好 当然这种问题比较好理解 那下面我们关键看下一个问题 就如果我在定义的时候啊 我就本身想接收一个四个字节 记住这句话的翻译啊 我们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翻译成int 就说你把它翻译成啥 我在这个sweep这个函数中啊 我先预先预留了什么四个字节 作为我们的接收器 去接收什么这个发送函数中啊 发送给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数据 也就是我们这说的时餐 这就是行餐 看没有 行式的啊 预分配了四个字节啊 那为什么这样理解呢 你看 如果说这个地方啊 你看mysweep里头 我什么都不跟啊 我什么都不跟 那这个时候很显然 我们是享受四个 你想享受四个 结果你什么都不发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很显然 函数的调用和函数的实现 它俩匹配没有 并没有匹配 也说这种情况下编译器怎么的 就无能为力了 因为我的调用的时候 是需要这个buff来帮我们辅助 结果你什么都不给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我们编一下 好 这个时候它就会告诉你 太少了 看没有 这个参数对于myswap来说太少了 11行啊 好 就这个 就说你在调的时候 它没办法调 因为你在具体实现的时候 我是不是必须要满足一个参数的 参数的负值 我才能去调 对不对 而你又不告诉我 对不对 所以四个元编析 无能为力 那么最典型的方法怎么办呢 那我就给你传一个呗 那传的这个括号里的内容 我们这就叫实餐 实实在在的给它一个值嘛 对不对 那当然第一种值 比如说我们这样 比如给它个0x100 也就是说 实际上是16进值的100 对不对 这样一个值 这个值呢 很显然是多大呢 我们说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四个比特 四个比特 这样吧 咱们给个特殊的123好吧 然后那么这个是 这个123就 不能说四个比特 那个四个比特了 应该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整形长量 它总共占到 占32比特 对不对 32比特四个字节 四个字节 而我们这个buffer 它本身是不是也是四个字节 32比特的 所以它俩之间什么关系呢 就是逐个逐个的付过去 一位一位考过去 然后把它buffer给处置化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看buffer 那我们怎么看呢 因为我们就本身看看内存怎么表示了 我们就这样打印 buffer意思 百分之x 好吧 就是我们看看这个buffer里头是什么东西 buffer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 因为现在呢 很显然啊 可能没有问题 因为你传一个 我还确确实是想搜一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形式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好 所以编辑我们看看 编辑没有爆错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buffer 好 你看是不是一二三也出来了 对不对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这地方写什么 它就是按照什么 按照这里面的内容进行一个什么 逐个逐个的给它附进去 这样一种现象 这样一种现象 好 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当然呢 这个地方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个整形长量 长量 既然长量 那变量行不行呢 时差作为变量也没问题 变量比如这个地方写a a就是个变量 对不对 那a到buffer之间烤 是什么关键 是不是我们说在之前说过 buffer等于a啥意思 不就是把a里的内容 逐个逐个翻 附给什么buffer嘛 是不是 所以它就其实完成 这样一个等号操作 所以说对于变量来说 它一样的 一样 它也是一个什么 逐个逐个拷贝的过程 那当然呢 这个a是32比特 这也32比特 当然逐位拷贝 那其中这个buffer多大呢 因为我们这是10进制20 我现在16进制 很显然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 是不是14 16进制 对不对 你们可以算一下 14 好 好我们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14 对不对 好 所以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 其实就是说 食餐和行餐之间 就是一个什么 位 每个位 每个位对着 对着烤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问题 我先把这个程序改一下 你看现在呢 我们不再定义硬特了 我现在定义恰 什么意思 就是我现在接收者 只可以开8个比特的盒子 也就是一个字节 去来搜 搜我们的相当于 这是这个函数的 那个收发源 对吧 接收源 那我现在呢 在负值的时候呢 我们为了让大家看到效果呢 我们把稍微变化一下 变成这个 0s1234 好吧 那么很显然 现在我们发送端 是不是发送了什么 四个字节就32比特的数 对不对 但是我们收 是不是只能收8个比特 对不对 好 那这种情况出现过后 我的buffer 是把1234全收到呢 还只收到了它的什么 其中第一8个比特 就是8 这个34呢 对不对 所以那下面 我们根据现象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当然了 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很显然 就告诉我们是overflow了 因为他还是想把这个传给他 但是结果呢 能传进去不 很显然这个大 这个小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有点溢出 当然我们 我们现在就是为了溢出 我们看看效果 好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34 34 什么意思呢 那确确实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代码中 所谓的拷贝 其实就是什么 你想要收多少个 我这个地方可以传很多 我就相当于接收端 接收端他可能收的很少 但是我发送端是可以发无穷大 或者很多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按照接收端的能力 是不是给他取到他什么 最大的能力就可以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在平时写程序 尽量不要这么写 尽量保证这两个类型怎么的 一致 所谓的一致就是 我这有32比特 你得给我开32比特 这样我们俩传递 是不是才合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跟我们 所原来讲的内存 内存有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是不是大小 对不对 也说必须要保证 行餐 食餐跟行餐之间的 内存大小的一个什么 一致性 当然这是我们正常写程序的道理 但实质是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把食餐变得大一点 然后行餐变小一点 但是最终的效果 还是逐位拷贝的概念 好 当然这是拷贝的第一种 第一种给人的感觉 那第二种感觉什么呢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 我不小心传了些别的纸 比如说原来我们也提到过 我们除了有普通的 英特 圈 这样的空间以外 对不对 还有很多地址 比如说 还有一种空间 我们说是不是叫做什么 叫做指针空间 对不对 地址空间 这是个比较特殊的空间 比如说我们现在 初次化一下它 Hello World 好 那你可以和想而知 P它本身是什么 我们先把P打出来 P是不是一个指针 它指向了一个什么 字幅串而已 对吧 这比较好理解 我们看一下P是多少 百分之X 我们看一下 然后呢 现在呢 我能不能这样呢 我mysweep也是把P传过去 因为P跟intA不一样了 P里头存的是不是地址 对不对 那我地址能不能传 传这里头呢 这里头呢 我也变一下 变成int 为什么变成int呢 那很显然 这个P多大 指针大小 是不是按照我们 这个系统来说是32比特的 而我现在收是不是也说32比特 这样是不是两个类型的大小就完全一致 对不对 好 那这儿我们来看 好 Build 当然这个地方呢 很显然警告是肯定有的 因为确实是我们 我们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 看就说 就是你的这个13行和14行 然后那么肯定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肯定有问题 对吧 好 好 那么下面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看效果 Build 大家可以看到 P本身是什么 16行是40068 然后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40068B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P 你不管 不管它里头存什么东西 它即使是地址空间 它对于这个地方的拷贝 是不是也是一个什么 安慰 安慰进行什么 负责 负责的一种感觉 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就是拷贝的概念 就不管你传的是地址也好 就是你的食餐啊 不管是地址也好 还是值也好 最终的效果 是不是就是一个二定制的数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行餐干什么 它是不会管你语法的 它直接怎么 直接来接收而已 直接来接收而已 当然这种在我们的C元中是可以的 但某些高级元不允许 高级元必须要保证 这两个类型一致 它才能编过去 这个当然是因为高级元主要可能考虑一些面前对象的一些思想 它就可能对语法要求更严 但C元呢 它抓住了十字 就是说计算机的本质其实就是内存之间复制 所以说我不管 我不会管你具体类型的 所以它其实就是个简单的复制问题 复制问题 好 那这是我们说的这样一个小例子 那当然呢 在这样的例子中呢 我们可以在下面自己再做实验 比如说我再定一个什么 比如说再定一个A 不是A了 B 这是不是相当于我们是不是也是连续空间 对不对 那连续空间能不能考一样的考 B是不是也是它的手地值 对不对 好 那么当然我们这把它改一下 B是多少 好 我们来看 好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两个结果是一样的 看没有 两个结果是一致的 所以说 所以说对于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定要明确 它的最终目的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个拷贝的过程 拷贝过程 然后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这个buffer改成A 行不行 就这个地方也叫A 然后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个A 对不对 这两个A会不会起冲突 我们说没有关系 因为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个 c元中 这个函数中 这个A 是不是归这个函数所管的 因为它属于这个函数的什么 形参 对不对 就是说 所谓形参就是 这个掉这个函数之前 它是不是先要处置化了一段空间 对不对 而这个A 是不是mile函数的空间 看没有 所以说虽然同名 但是什么 访问的效果是不一致的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 没有关系 你可以写成同名的 是不是 写成同名的 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可以自己看 build 一样的效果 对不对 好 所以说通过这些小例子 希望大家能够对拷贝 再有一次个更深入的一个理解 好